北街員工近期收到公司這封信 過去可以五天居家辦公的 現在說一般行政人員 每週最多三天居家辦公 其他天要請年假或是就到公司 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北街表示在接獲文湖縣車站人員確診後 已經完成了消毒作業 和確診者有密切接觸的工作人員 也都安排在家休假隔離 北街第一例站務員確診 就在文湖縣上 25號就為站務員主動通報自己染疫 有接觸的工作人員 五人居家隔離 22人自主健康管理 通勤族難免害怕 而北街日前龍山寺站 才有保全清潔工派遣員工四人確診 加上這回文湖縣的一共五人 國軍化學兵也連續幾天協助車站清潮 北街則回應站務員確診 車站已經實時分組值班 和異地辦公不影響營運 確實有要求員工僅限三天居家辦公 但不願證實是否因為疫情人力吃緊 指說會隨狀況滾動式修正 配合台北市府政策 病毒來襲北街嚴陣以待 TVBS新聞陳文鴻 張照華 李明真理 左南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紅內外大事